Hello 大家好,我是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an Siyang 今天想介紹一個新的樓花給大家 還有超級無敵大海景 它是位於白石鎮 White Rock的Monaco 發展商是Soterra Soterra 如果你們有跟開過我的影片 其實我之前也有介紹過一個在Brainwood附近的樓盤 它出名的用料是高級,手工也很好 這次也沒有令我失望 價錢也不太貴 如果大家有興趣,繼續留意我的影片吧! 我進來Monaco的Selt Center 首先我想展示模特兒給大家看 模特兒這裡展示了有13層 住宅有97個 正門對著Johnson Road 大家也知道在旁邊有很多商業 所以很方便 第一層這裡所有都是市場 而2樓至13樓是住宅單位 這個正門,大家看到的Lobby 它是一個很高層的Lobby 所以很漂亮的 然後它有24小時的Concierge 加上還有其實它裡面有一個Storage room 即是如果你有Delivery來 它有一個Room很Secure 幫你Save住 還有一個是很好的 它有一個Cold Storage 即是如果你去買了菜之後 你回了工,收不到貨 它都可以放一個Cold Storage 你放了工回來,那些菜都不會變 這邊向南 這邊向南就是向了beach 最出名的beach 就可以show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邊 南邊是沒有阻擋的 因為之後的development 最高可以好像去到六層 你會看到其實整個development 是斜路地下海邊 所以這個是4樓 4樓其實已經可以看到一個 open, very open view 因為前面那些 就算起到很高 都不會阻擋到 即是說這裡 所有這些單位 都會看到一個很open 很漂亮的海景 還要加上它前面這裡 有一個open area 它包括有些什麼呢 這裡可以走 Dot walk 這裡就是children's play area 然後這裡有一個 好像打迷你golf的 有些綠化 讓你散步 這裡呢 就會一個open sitting area 你聊聊天 有個fireplace 在這裡 就算天氣冷一點也不怕 加上這裡就是community garden 即是可以讓住客種植物 然後這裡呢 過樓還有一個bbq area 你可以露天啊 可以和朋友在這裡bbq 轉來這邊呢 這邊是向東的 向東這邊其實是一個back lane back lane這裡呢 最主要是有parking entrance 這個就是for residents用 它裡面有兩層幾的underground parking 加上可能有大約30個visited parking 給你的朋友或者親戚去拍 在這裡的 另外有一個非常好的amenity 在這個parking lot 就是一個pet spa room 因為這裡住的人 可能都很喜歡養狗 你就可以自己和牠洗澡 但就不需要在家裡弄得骯髒 就可以在parking裡面有個room 你和狗們洗澡的 這個非常好的 我覺得 另外這個entrance 你見到就是retail store 那些parking lot 這裡就是那些客人會進去 也都對面有個出口 直接出回去retail store那邊 你就不用和那些resident 泊車或者出入都會撞口撞臉 那就完全是separate 另外這邊呢 你都會見到一個amenity room amenity room 它有什麼呢 有gym 有yoga 有個full kitchen 這個room 你可以訂一個room 和朋友在這裡開party都可以的 然後你會見到外面這裡 也有一個outdoor space 可以出去和朋友聊天 所以大家大致都知道整個model是怎樣了 我之後就可以說一說它周邊其實有什麼配套 好 那這個大圖呢 就拍了整個white rock出來 你看到 這裡剛才我就是說 向南那個望著open water view 那個development就在這裡 thrift和Johnson road 所以這邊呢 其實全部都是不會有什麼高樓大廈 所以這邊的景一定是無敵景 但是它有很近的commercial 你會見到這些全部都是有些藥房 有銀行 有senmienmu shopping center 等等 住在這裡其實很方便 另外呢 如果你有吃飯的地方 它都已經展示出來 你看到海邊很多餐廳 圍著Monaco的development 也有不同的餐廳 所以如果住在這裡 買東西 吃飯 甚至你要享受這個海景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之前介紹了外在的環境 和它的model 我們終於可以show showroom給大家看 這次就會show一個one bedroom plus stand 和一個two bedroom Sotera一向都是走高級路線 所以它裡面很多luxury item 是其他condo沒有的 所以可以逐少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首先進來這個one bedroom plus flex 加兩個洗手間 進來呢 這邊呢 它就會有個客廁 客廁就跟一個shower 然後另外一個非常好的支柱 就是它的mirror這裡可以開燈 很漂亮的 圓形的鏡 然後加上又可以開燈 它這些位置其實很特別的 你會看到它的形狀 但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哎呀 那些水就彈了出來 但因為它想save storage space 因為它們都很著重 Storage space 它們這些位置全部都很闊落的 所以那個down size of 那個sink就是 它會容易一些淺水出來 但是就多些storage 我們客廁出來之後呢 這裡你看到這個門 很闊落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laundry 它的laundry是 好像townhouse甚至house的size 這個單位只是770呎 但是它用盡了space 所以你不覺得它是770呎 它可以放一個size by size的washer dryer full size 然後你所見到所有的櫃都是包了的 不需要再upgrade 所以你可以很多位置掛衣服 擺雜物 這個是非常好 很大這個 One bedroom plus flex 通常都不會這樣 最多都是給你一個stack up 這邊你看到就是一個flex area 你看到這個是一個murphy bed 其實它擺在這裡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安裝到這個床 但是這個不包的 那些場子也不包的 但是那個flex area 其實你完全完全可以做一個home office 或者真是一個 這個queen size bed的房都可以 因為它有兩個closet 這個可能就是 被進門口的時候 你用來掛衣服擺鞋 這個比較細的 那旁邊那個呢 旁邊那個就是會是一個闊一點的closet 那就是如果這間房真的變成睡房 你就可以在這裡做掛衣服 那它加起來呢 亦都有這些托門 因為如果你是用來睡覺房 你會看到很輕的而已 去到門 所以其實你這樣關起來 那你就可以靜靜地做事或者睡覺 可以在這裡 那就可以關掉 那就可以關掉 那也很容易推回去 那些很輕的 那些 它做得那些位置挺好 那還有呢 那些地板呢 因為很多現在都是輕用Lamonate Flooring 那它是luxurious 所以這個是engineering hardwood floor 那然後這個area 就是一個open kitchen 差不多所有電器 都是Thermador 一個高級的品牌 那首先講了這個雪櫃 那它這個one plus stand 都是包了30吋的雪櫃 那它的開法呢 很方便的 你不用按 或者不用特別拉它 你給它一點點 然後它就開了 那還有呢 它全部都是入面 都是不鏽鋼 Stainless Steel 這些櫃筒呢 你看看 是有Soft Clothes 即是它不用 砰砰聲 它關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這樣 很好 這個雪櫃很好 原來下面的冰箱 也是正常的 兩格 兩格冰箱 對 然後來到這邊呢 來到這邊 就是一個 30吋的gas 5頭的爐頭 這個星星形狀 也是Thermador 它們自己獨有的 它們就是說 中間這些位置 會比較容易 令到整個煲 都會熱 那你看到它用 quartz countertop 然後有一個大星 是一個Stainless Steel 側邊這個是Dishwasher 它除了是平時的正常兩層 它上面呢 有多個Rack 讓你安裝那些筷子 和叉巾 那樣的 我們上面這些櫃呢 大家如果記得 我有介紹過Sotera 之前是Brandwood的 那些櫃是很方便的 那些櫃是很輕的 不過我發現呢 因為我刪得不高 所以呢 我刪不到 但是 因為你如果要放上面那些 可能你也是要有個 即是那些Stool 你站上去刪 或者找你老公刪 唯有是這樣 對了 那講完這邊呢 就講一下那個Island 那它這個呢 全部都是quartz countertop 那你看到它放了兩個 巴椅的位 都算spacious 那如果硬側三個呢 都可以 那這邊呢 它就是 有那個Microwave Microwave 就是Thermador 那它這個就是高級的 那你見到它開開 開開 自動伸出來的 那它這裏都算高 亦都可以放很多東西在那裡 釘東西 即是我們微波爐這樣 其實close應該都不需要 close都是自動的 看看 對 所以你住在這裏 其實你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很luxurious 很舒服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每一個unit 它都是包了這個24寸的 你可以叫它做 Wine Cellar 或者Beverage的Storage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喝酒的 但是它這個 你可以用來擺飲 這個位置 然後in between 那個Microwave 和那個Beverage 是什麼呢 這個你不要以為它是一塊板 曬入你的位置 它做了整個Storage 在這裡 這些呢 即是它擺東西很好 這些全部Soft-close 這裡你可以用來擺煲 高新一點的廚具 來到這邊 就有個櫃 很大的櫃Storage 你看它上面三格 這裡有三格這些 小的櫃拉出來 加上最低這裡 又有深一點的拉櫃 還有最低又是有個超級大的櫃 所以它這個 雖然是oneplusflex 只有700幾尺 但是它的Storage 其實很多 很夠用 你會看到它的Staging 就是擺了一個 四人的dining table 擺了之後 都未叫做出了那個kitchen area 所以你完全可以擺一個 正確的dining table 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living area 尺寸是ok 這些是designer item 它的闊度 正常 中規中矩 都坐在這裡 就會看回這邊的景 因為這邊是向東的 所以它沒有那麼多海景 一會兒那兩房就向西 就會超級無敵大海景 我們看一下那個master bedroom 另一個驚喜點 就是這個master bedroom one bedroom 它是擺了整個king size bed 我之前那兩條影片 都介紹了condo 它們都是擺了queen size bed 它這個擺到king size bed 之餘 旁邊擺完那個床頭櫃 都不是很擠的 還有些位置 前面呢 前面這裡也都很闊落 所以這間房的size 是非常好的 一個one bed plus stand 它就沒有得出去 balcony 這邊就開窗 然後它有一些roller blinds 這些都是blackout blinds 它有個walk-in closet 它這裡的closet很漂亮 因為它的櫃呢 這些通常都是designer item 但是其實這個是included 它有很多大storage 下面也都有兩個大櫃 還有呢 這個closet門呢 你看到它很高級的樣子 其實很漂亮 它除了推進去之外 它拉出來也可以 所以呢 開頭去shope 拉出來 我就覺得好像很浪費 但原來它可以推進去 起碼這裡過的時候 就很闊落 它有一個option 給你選擇 這個很漂亮 所以 進來這個洗手間 首先呢 這裡有個櫃 但是不是每個unit都有這個linen closet 它是用來擺毛巾 或者睡衣 那你就不需要出去 找些毛巾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樣有什麼好呢 這個洗手間呢 就是它bath tub和shower都有的 因為很多condom one plus flex 其實它那個洗手間 不會有得兩個都有 通常一是shower 一個是bath tub 它就放了一個bath tub在這邊 然後呢 旁邊也有位 給你用來放shampoo的位 開了個孔 方便一點 另外裡面呢 就會是一個 起缸 有個shower 那shower一邊呢 就會有個sensor的洗手間 那一走到過去 它就開了個蓋 那就方便很多了 現在都很多人喜歡 這一種的洗手間 另外一個好處 這個洗手間就是 它是double sink 因為通常one plus flex 或者one plus stand 它都是只有一個single sink 但是它現在有兩個sink 那就是說如果你一個couple 在這裡煮 都不用欠個晶盆用 下面它都加多了一塊板 讓你擺毛巾 擺雜物的 然後呢 它這裡全部安裝了LED燈 很漂亮 它這個整組櫃呢 包的 連上這三個mirror 其實裡面是Madison Cabinet 是三個櫃都可以開了 所以你看到它的storage 呢 藍士 就可以用小的 女士就放了霜霜的東西 那些化妝品 所以又是很實用的 這個位置 然後大家會看到它地下的color scheme 這個color scheme 是peer 它的selection of tile 你會看到是很特別的 它不像其他condo 就是它的設計 那些細微位 全部都很漂亮的 所以呢 現在就 wrap up了這個oneplusflex 我們可以去 2bedroom那裡看看 那我們現在就 進來這個兩房的單位 首先進到門口的時候 這裡就是有個closet 這個standard 有個closet 讓你可以擺鞋掛衣 那門口進來呢 其實就是一個kitchen 你看到它的color scheme 跟剛才那個是不同的 這個是用了marine的 也都只是兩房 或者三房可以選擇 那它 雪櫃這裡呢 它就不是用30吋 它用36吋 就是 完全是single house的size 你看它多闊 那當然它也是 跟剛才那一樣 也是stainless steel 然後呢 有soft clothes 那這邊是那個hoot fan那裡 你會看到它這裡很漂亮 整塊closet 蓋住了那個hoot fan 那它就有個hoot fan在這裡 然後呢 它也都用了36吋 5頭的gas爐 那還比剛才那個更闊 都是5個頭的 但是就闊很多了 那下面就是有個焗爐 那其實剛才那個one bedroom 它是有個rack 你可以用來roast那些chicken 那它有那些配套的 幾個頭的 它這些appliances 是有wifi enable 那就是如果你焗東西呢 其實可以在電話裡 譬如什麼時候15分鐘450度 什麼時候10分鐘320度 這樣你都可以調整到手機裡 然後也有一個ditch washer 在旁邊 那它上面那些櫃呢 你看到它有一個color scheme 我這尾大叫 很高級 這就是這樣拉的 也很方便 那這個就矮一點了 一层一层 所以如果你下面那层就開一個 如果有需要就開這個 你就可能要單單車搬東西上去 這個應該是比較少用的 它也是一個大的Stainless Steel Sink 這邊跟剛才那個 都是有個微波爐 有個Beverage Storage 中間這個櫃 這個就更漂亮 闊一點 都是有兩層這些細格的 都是Soft Clothes 有個Pantry在這裏 跟剛才一房加釘的都是一樣的 它的尺寸都是一樣的 另外有什麼不同呢 這裏呢 剛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塊叫Waterfall Island 整塊板是落去的 整個Croset Countertop 因為剛才那是一半的 因為這兩房就放進去 這個建築是有冷暖氣的 所以就在這個控制器裡 都調整了一些冷暖氣 在Kitchen看過來這邊 你就看到客廳飯廳 還有它這個無敵大海景 這個無敵大海景 是真實景去做的 這邊向西 所以你會看到 真實景是更加漂亮的 而且你會看到 前面那些全部都是 House 或者很低階的 不會阻擋到的 所以如果買這邊 就看到日落的美景 還有這個海景 你都會看到它的廳 很闊落的 因為它有兩房九百多尺 所以它這個 比起剛才一房 可能在這裡多了很多位置 所以它可以放一個L型 放多一個梳化在這裡 然後放一個圓桌在這裡 在這裡看電視就很舒服 看著景 這裡又夠闊落 現在這邊 就會是2nd bedroom Horway進來2nd bedroom 它就是放了一個laundry 你看到它的門是開得完的 即是如果你做laundry開門 起碼這邊不會阻礙人 這邊這樣開了 跟剛才那一房的size 應該好像是深一點 然後地板用了tile 你會看到它不省 它不會很噁心 很大、很深、很漂亮 這個真的 然後這邊就會是那個 即是叫做guest bathroom 或者它因為它邀近的2nd bedroom 所以雖然不是套房 但是這個客人 或者這個姻住在這裡 都很方便進來 就是這個洗手間 跟剛才那個也是一樣的 然後進來 它這間房間的shape 它就不是完完全全正正方方的 它就有少許斜出去 那也是好笑的 但是就給你多些空間 你看到它現在放了個queen size bag 一邊是那個床頭櫃 這邊就是一個細書桌 這是designer item 但是它就放了個細書桌 那就是起碼你有個位置 可以放個laptop在這裡做事都可以 然後它closet就會有兩個 它是用了這個sliding door 那就省位很多 那就有兩個 這邊就是只掛衣服的 這邊其實它是有個掛衣服加個櫃桶 有這些櫃桶 這些全部都是 所以很好 它這個包了這些 這麼多storage的位置 的closet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master bedroom 那裡看一看 它就不會黏起來的 兩間房間 它在另外一邊 那個格局 跟剛才那個one bed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你看到後面全部都是designer item 但是這個房間 這個空間是 可能闊一點點 差不多 不會差很遠 但是它就有這個balcony 可以出來這個balcony 你會看到它這個balcony 有什麼好呢 它就是西南邊 那就是你看到 南邊就是那個海 直望 這邊也是西邊那個海 所以你有一個這麼 私人的 尺寸雖然不是很大 但它也夠放到 海桌等等 那你其實最主要是 可能在這裡喝杯咖啡 那因為這個balcony 其實都可以通到 去剛才那個廳位的 那就是如果你在廳裡 看電視照出來 balcony都可以直接出來 那就進來這裡 就會經過 那個walking closet 那那個闊度其實 好像跟剛才差不多 但是它是深一點的 它的擺位有點不同 但是雖然不是說非常大 但是我覺得它的櫃 它都setup得很好 所以應該都放到很多 衣服鞋襪的 然後它中間這裡 叫有個短短的 hallway 它就有個凹位 它現在做了一個design item 就是 弄了一個櫃 在這裡 你可以有個鏡子 在這裡 可能出來換完衣 可以照一照 那這個是很好 那直入就是一個洗手間 對 洗手間也是 好像剛才那樣 三個medicine cabinet 鏡子都可以開光 然後也是double sync 它也是跟著color scheme 用這些櫃的顏色 所以跟剛才那個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進來這裡你就知道 它這個shower是超級大的 然後它放在那裡 bath tub在這裡 就不像剛才那樣 放在外面 那就更方便 因為很多人浸完肉 想沖身 它就直接跳出來這裡沖 又不是這個shower head在那裡沖 那所有髒水或者怎樣 都不會彈到廁所周圍 就全部就是在這個格子裡面 那這個就非常好 那所以現在就介紹完show room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color scheme 那跟大家看完兩個show home 那我可以跟大家go through一下color scheme 那其實它就有四個color scheme 有peer、bay、marine和promenade 那你會看到 peer就是剛才那個one bed plus stand 那個showroom color 那如果是one bed 你只可以選peer或者bay 就是選兩個 那如果是兩房或者三房 你就可以選擇marine 那你真的有三個選擇了 那你看到還有一個promenade 第四個呢 這個就是for sky collection那邊 那三層 即11樓至13樓 最高的三層 就可以選擇這個color scheme 那如果你買最高的三層 就可以選擇四個color 其中一個了 那看了這麼多資料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價錢 那一房加flex呢 其實是由65萬開始 那兩房呢 就是由75萬開始 那所以如果赤價來說呢 它比起其他城市 例如richmond 我可以share整個package 給大家看一看的 那它的成交日子呢 大約是2024年中 那所以如果適合大家的timing 立即找我 因為呢 他們都買得很快 那在影片完結之前呢 讓我多給大家看的 這個呢 就是Lolobby 這個呢 就是周邊那個semi amu mall 然後呢 還有拍了周邊的銀行 啊 買東西的地方 那所以住在這裏呢 真是很方便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介紹 如果喜歡呢 給個like 留言告訴我 你有什麼問題 最緊要是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按我將來的影片 你就會看到的啦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